那时候 耶稣叫群众来 对他们说 你们都要听我 且要明白 不是从人外面 进入他类的 能污尾人 而是从人 里面出来的 才污尾人 凡有耳的听吧 耶稣离开群众 回到家里 他的门徒 便问他这比喻的意义 耶稣就给他们说 怎么 连你们也不明白吗 你们不晓得 凡从外面 进入人类的 不能使人污尾 因为进不到他的心 但到他的肚腑里 再排泄到厕所里去吗 他这是说 一切食物都是洁净的 耶稣又说 凡从人里面出来的 那才使人污尾 因为从里面 从人心里出来的 是些恶劣 邪淫 盗窃 松杀 奸淫 贪定 毒辣 伪诈 放荡 妒忌 毁谤 骄傲 愚妄 这一切的恶事 都是从内里出来的 并且使人污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